我们是在去年的8月份抵达埃尔兰 之后前往了利盟尔科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 我们在经过了四周的语言课程学习之后 会见了所有的土木工程专业的老师和当地的学生 老师在讲述即将到来的新学习之前 我们受到了非常非常热烈的欢迎 多数当中的我们居住在校园里面 以走路或者骑车的方式上下课 在新的一学习当中 我们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的课题是 实际一栋多层钢筋混凝土的建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多层钢筑 都为了他们把 military科长接应 本 bugмат天古的石管拓越 好拓越ño 它应该说父亲的一学习TH 甚至谁并肯定是 不再来的 根车的碜 我们以报告、海报以及口读演讲的形式呈现我们的工作成果 在每学期的最后我们都会为各个老师进行一个一对一的基于课题作业的一个检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